是台湾绵绵蜜蜜的已经覆盖了许多的特务系统 可是这个特务系统自从陈隋敏以后 一直经过了马铃九到蔡英文证了 就有了时日的改变 你来到崇敬坦白我是欧崇敬 话说台湾直到今天仍然是有九大情资系统 而这九大情资系统的来源 事实上都来自于在1920年到1949年 当时候蒋介石他升任当时候的什么委员长 或者当时候的这个选出来的 当时候国民政府里面的总领导等等各种位置 好那个时候有所谓蒋介石所成立的特务系统 也有大权旁落在成家兄弟的特务系统 例如军统跟总统 但后来我们知道还有所谓太子帮 而这些情治人员当时候在台湾 转到整个所谓新的政府形态的时候 那时就会发现到处都充满了特务人员 因为当年1949年前后跑到台湾来的特务人 恐怕是超过三万人以上 甚至有人说是达到十万人以上 也就是说当时撤退来台的 大概是两百多万人里面的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特务 而这些特务他们后来当然不可能只是一天到晚靠贩卖消息 于是他们就转成比如说教书了 或者在大学里面或者在高中里面 甚至在小学都有可能 这里面他们之间也互相斗争 因为还是要卡到哪一些比较好的位置 那么他们当然也得各局三投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局三投最大的表现是有的在军方 他叫做军情局 那么有的呢就在政府机构 最高单位的是安全局 那么有的就在法务系统 那就是著名的调查局 有的甚至到海岸线 那就是海调处 有的甚至去管移民的 那就是移民署了 我这样随便给大家一念就知道已经有五个了 但是大家还别忘了 他还有好几个 比如说管妇女的 那就是妇联会或者妇女会 那么如果是管青年的呢 那之前有北之清 后来有救国团 大家光听这些相关的内容就知道 是台湾绵绵密密的已经覆盖了许多的特务系统 可是这个特务系统啊 自从陈随便以后 一直经过了马英九到蔡英文这儿呢 就有了值的改变 也就是说他们只选择他们要的人马来重点培植而继续发展 而有些他们不信任的呢 他们就开始荒废或者就松散 最明显的就是军情局了 这个进行局啊 在这个月里面出了一件大事 就是一个郭信的女少校啊 他竟然把出了进行局所具有的特殊机密以外 来自于其他八大系统的情资 他全部都把他打包在网路上给贩卖了 这个事情啊就炸了锅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呢一样有大数据 而这八大其他的情治系统所形成的数据和形成的各种机密 等同意全部被这位女少校给外卸 加上台湾啊最近已经把军事法庭给取消了 由于取消 那么你想想看 他觉得是挣钱重要的 还是万一被逮到做个几年老重要呢 因为过去有许多的所谓机密外卸的 他们都知道 这其实啊 在一旦被抓到之后 根本就不算太严重的大事 挺多他就是失去几年的自由 这位女少校也干了同样的事 我们如果做一下评估 就会发现女少校所卖掉的其他八大情治系统的机密 他少说可以赚个几千万元的新台币 那么台湾的政府要怎么处理呢 其实就只能叫法务部来做调查 也就是叫调查局来调查 这事情就让人家觉得非常有趣 事情又回到1948年以前 军统跟总统的对立 当年的总统就是现在的调查局 而军统就是现在的军情局 这个窘迫的情况 让人家不禁失效 又回到当时 他的戴笠从1947年的时候去巡视 天津战以后 要回到南京的时候 他的飞机自己撞上了南京的戴山 那样的一样的 令人感觉到莫名 现在的军情局 贩卖情报 也就像是当年的戴笠 撞向戴山一样 整个军情局应该是恋面无广 感谢你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